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那今天这个节目非常重要 那我认为这个礼拜 其实严格来讲就是在整个中秋节之前 应该是属于下半年最后的买点 那我就开始跟大家解释 首先第一个就是以今天来讲 今天这里如果没有破下去的话 再破底的机会大概就减少了大半 原因在哪边呢 我们就先来看一下 其实今天的这个位置很微妙 上个礼拜的位置 是在20922 这个低点20922 那今天早上也故意再少到一次20922 其实今天是应该可以杀一根长黑的 那你今天不杀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美国股市如果今天反弹怎么办 你可能会开上来 那你今天不破 你说明天破几率就不高 可是你这里不破会有一个问题 我现在解释给各位听 如果你真正看大盘觉得它跌很多 我们真实的去想一个问题 真正的大长黑一个月只有一根 八月勉强算两根 但是我觉得还是只能算一根 就是这一根八月五号 对不对 九月的话就这一根 撞记线这一根 七月就撞记线这一根 本来这里再一根长黑下来 可能空头就比较轻松了 可是对空头来讲 你看上个礼拜这根长黑之后 它今天打不出一根长黑 那我们感觉跟数据来讲 就是说一个月里面了不起就一根长黑 你像这个八月是非常非常大的跌幅 如果你看整个八月 我们用感觉跟数据来讲 真正在跌就跌两天而已 跌这一天跟跌这一天 剩下整个八月都没有在跌 对不对 有没有 你仔细看 整个八月 整个八月就跌这一天跟这一天 剩下的没有一天是在跌 全部都在反弹 可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 一直以为八月跌很多 那是因为感觉 感觉 那就是你的感觉 可是你看数据不是 为什么这么多人都以为八月跌很多 根本就是只有跌这两天 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反弹 同理可证 九月你希望它跌几天 对不对 跌不了几天 大部分时间都在反弹 只要你一反弹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 会形成一个右脚 那我再继续讲一个概念 就是说 其实大家普遍来讲 会喜欢讨论降息这件事情 很多人认为就是说 如果你降两码的话 就代表FED认为 美国的景气已经在衰退了 所以它为了要刺激景气 就会多降一码 变成降两码 这件事情 讲起来是对的 但是做起来 未必是这么回事 有一句话是这样子的 我跟大家分析一个概念 所有可以在事后 做合理解释的事情 不代表你能够在事前简单的预测 所谓的事后合理的解释就是说 你会看到任何一场足球比赛 篮球比赛 棒球比赛选战结果 你都可以在结果出来以后 用非常专专业的话术去把它包装 这个是因为打欧洲的球队要快攻 这个是因为打防守的球队 你要把阻力这样拉到什么篮下来 这个是因为对方是因为长色的球队 这个是因为南美洲的球员体力好 由于打的这个场地在海拔多少 所以你不利 所有的 这是因为教练的用人得当 这是因为战术队 就是有占地力之便 所以所有的这些 等到 就是比赛结果出来以后 3比2 80比78 你都可以把它讲得活灵活现 你知道吗 就是所有的比赛结束以后 就像是那个彩票 对不对 你看那个乐透彩 那个彩票 不是有人在解那个什么 板路吗 对不对 二维在最近很强吗 托板就是什么 这一期会开7的倍数 14 21 42 看他很会解 就是那种托板 你去看那个香港六合彩 有种解那种板路 可是实际上 我告诉你 下一场比赛 急比急 真正能够说得出来的 没有几个 就算他一次能说中 他也很少两次说中 为什么呢 就是所有在事后 可以合理解释的东西 并不代表你在事前 就可以轻易地预测 同理可证 我们现在在讲FED这件事情 所有的人都在事后来预测 只要 比方说 你在这里降息两码以后 我都可以告诉你说 这是因为景气衰退 然后讲一大堆 但是大家都忽略了一件事 就是说FED他判定景气衰退与否 他一定是看过数字 对不对 他有没有看过数字 一定有啊 他没有看过数字 他怎么敢判断景气衰退与否 只要他看到数字 那就代表 如果这个景气真的在衰退的话 表示他已经衰退一段时间了 要不然你怎么看到数字呢 对不对 一定表示你已经衰退一段时间了嘛 要不然你怎么看到数字呢 你一定是认为这个飞浓不如预期啊 但飞浓已经过了多久了 一个月了啊 所有认同这个理念的人 他忽略了一点 当我可以合理的在事后解释 你降两码就是因为景气衰退 但是他没有发现 股票也已经跌了两个月了 股票是先行指标啊 也就因此 当美国股市跌到第三个月 真的降两码的时候 不见得会跌 并不是说 景气衰退我不跌哦 是我已经跌过了 美国跌多久了 连我们一样算在内嘛 从7月到8月到9月跌快三个月了 三个月算一季了 景气龙枯限了 我股票都已经跌三个月了 你要怎样 我并没有说景气衰退这件事情不对啊 我跌了啊 怎么没有跌呢 很多股票都跌了 都交代过了啊 这没有跌吗 这跌这么多了 我都已经交代过了啊 这没有跌吗 这都跌这么深的 我没有交代吗 你景气衰退我没有交代吗 我股价就告诉你 我跌过了啊 所以当那天真的来临的时候 还会跌吗 这才是重点啊 你景气都已经衰退我都是要刺激你的啊 我跟你讲喔 假如说 这一轮的股价指数在高档那没话讲 你到时候真的降两码市场上 重点反而是不跌反涨 对不对 那我们再话讲过来嘛 如果你只降一码了 那从头到尾就是 当没发生过 起人忧天了 因为你已经跌过了 我现在有一个重点就是 你已经跌 你跌过了 你跌过了你知道吗 你跌过 你跌过五千点 你跌过四千点了耶 你不是没有跌过 你跌过了耶 跌过了利空还是利空吗 不是吧 我看不是喔 所以我现在要跟大家讲 那个时候先不要讲一码 如果真的讲一码直接就喷了 所有这些都想太多了 两码如果说还是涨 那你就要尊重市场 重点不是在于新闻的本身 重点是在于市场怎么反应 你这一根没有破 你弹上去的机率就大增了 那我现在再继续讲 博通下跌这一根 盘后就知道了嘛 礼拜五的盘后你就知道了 所以这个其实没有破啊 那我再继续讲 这贵买 其实你看他从他下跌的那天开始 发现一件什么事情 他就是日落之后都没有过着高嘛 明天是不是有机会 如果是要来一个反弹 你就日级别的第一个日出了嘛 因为有阴晴缘缺 中秋的意义是在于把握最好的时光 这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我问各位 这是月亮 不管你正转或逆转 对不对 假如最好的时光在这边 我问你买点是哪一个 如果你顺转 那当然是这个啊 这叫超底嘛 买在你股价最低的时候啊 所谓的股价最低是月亮最大的时候最高嘛 月亮最小的时候最低嘛 买在这里好不好 超底失败还有更低嘛 买在这里呢还不错啊 这叫做第一个日出嘛 所以股票真正应该要买的时候 是买在你没有那么好的时候 看着你越来越好 这里是20嘛 这里是25嘛 这里是30 这里是60 这里是100 那你要等到100才追 你就开始下去了 是不是这样讲 月亮的最美的那一刻 也就是在它最好的时候 你真正赚到钱等 是要在它不完美的时候做切入 如果一切都好 你股价也是最高啊 你这里不是一切都好吗 那股价不是最高吗 对不对 为什么大家要庆团圆呢 庆中秋呢 在它最好的时候 大家一起来庆祝呢 为什么 享受那一刻啊 假设你买一只股票 买在30块钱 看着它涨到300块 你不庆祝吗 那你300才去追 你要庆祝吗 你追干嘛 对不对 你一定是在最不好的时候 去买它 才能够享受那个月圆啊 是这样子没错啊 月有阴群圆缺啊 这还是中秋的意义 如果月亮它永远都是一刻圆的 那也不会有中秋节啊 每天都一样啊 对不对 好那因此的话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盘面上已经有怪物出现了 对不对 六方科 多强啊 七根涨停 不是说盘面没有热门骨啊 确实是有 那我们今天看一下盘面的变化 这个内容的部分 军心有没有 那拉了三根涨停以后 回来测了一个十字均线 测十字均间第一根涨停 大家可以接受吧 还OK吧 对不对 它这个不是 也不是没有测嘛 算有测啊 就大盘拉回第二只脚 你回到十字均线嘛 今天涨停嘛 77N加零主线四五开头 还是主流啦 那再来就是细光子 那我们看一下联雅 这个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讲过 这一波就它了 传越季线的时候 那今天有刷了一个新高 不过因为现在在分盘期间 分盘期间 那你也看到细光子这个族群 它很有趣 一次大概会涨两到三只 这个族群里面大概有十来只 但是每一次上工 大概都只准许 为那量大家就三档 对不对 我记得光晟在涨的时候 没有波罗威嘛 迅星在涨的时候 就没有联雅 对不对 那这三次在涨的时候 都没有发行光 我觉得是这样子 因为这一段时间 行情也并不是主身段 没有那么多的钱在里面滚 但是比较有趣的一点就是说 没有在工的那八档 它会停在原地 它并没有就回去 它并没有就 比方说今天设备股也这样 它停在原地 它不会说一只股票要涨上来 旧的股票就掉下去 其实这种现象是多头才有的现象 如果你看结构的话 对不对 如果说现在真的要翻空的话 设备股 讲实在本益比也不算低 位阶也不算低 怎么都没有补跌 对不对 没有 讲实在的 它们都没有掉下来 对不对 回的都很浅 回的时候都亮说 随时都有机会 有一句话叫春风吹又生 那我们看一下联亚 中间中继整理三天 那矽光子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今天的主轴 所以联军最好的买点 就是拉回来的时候 那你不买拉回来的时候 你也没有别的机会买 对不对 所以其实大盘是有在工的 因为这里分盘 你要嘛就是拉回买时军 要不然你除非你买这一根 买这个就没什么意思 买这个的话还不如买今天 好那华星光 今天所长听 明天看能不能回到季线的上面 再来就是我们看到新的股票 足声科技 这我们在上礼拜有跟大家讲过 是半导体设备股 因为当时才刚刚挂牌交易 那今天算第五天 第五天的第一天就是 今天算第六天 挂牌这边是12345 今天恢复正常交易10% 工涨停 酷瓦斯的族群 其实都是这一波最强的 那么足声的最大的优势就在于 它之前没什么涨到 它其实你不要看它在新贵没跌 没什么涨到 有没有没什么涨到 新贵里面都没什么涨到 你如果是酷瓦斯那几支新贵有拉的话 不是这个价了 对不对 它跟那个谁新贵一样 在新贵都拉一条很线 强势整理没什么涨到 所以你看挂牌以后大家愿意进驻 你如果拿它跟其他的酷瓦斯设备比的话 它不算高 而且挂牌那一天也没什么大涨 讲真的 因为可能是因为大盘这几天刚好在跌 那一天算你150好了 新贵的时候也150 现在才198而已 CORS的设备 100多算高 你不要跟我讲 不要跟我讲那个什么业绩 EPS本一比 不要讲那个 CORS这个族群是有特权的 只要你说你是出CORS 对不对 你有特权 没办法 市场就是这样 跟机器人一样有特权 你不会在这个时间点拿本一笔去刀它 前年你也不会拿本一笔去刀伺服器 你不会去刀它 现在当然会刀 时代过了 大家现在不喜欢了 这个没什么要讲的 要赚钱的话就是跟在时代潮流上 我认为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这次有帮大家抓的股票 第一个亚太马 8月营收我讲的 重点要在季线的附近来做翻扬 你位阶不能高 当然8月营收出来以后 我们看到CMOS的影像感受模组 那今天是创了一个新高 这里有几个重点就是礼拜五的时候 它有稍微给你洗一下 这个就是标准的首音 第一根黑棒的买法 那如果说你前面这一根有把握到的话 对不对 今天当然就续爆 那其实也没有补缺口 接下来第一个重点是CMOS 其实它还有其他的族群 台湾的股票就是那几只 那我觉得今天这一只也是很漂亮 股价又低 这个跟亚太的第一根一样 所以新的股票有慢慢出来 提前卡位今年中秋最大的行情 上半场就先讲到这边 我们等一下稍微先回来 月初最有价值的就是月级别的日出 对不对 因为那是一个趋势的改变 那传统上中秋节又是新标股的起张点 所以9月的日出跟10月的日出 那就更重要 因为9月的日出跟10月的日出 有机会会形成一个 波澜壮阔的大行情 就明年的标股 类似于明年的标股 那我们看一下今天来讲的话 还有一些生计股 也开始在低档做转强 不过他们还没有越过季线 不过月级别有机会来做日出 那我们看一下中天 这个就是表示一个月级别的 还没有 有机会形成 有机会成型 像一粒店这就是 一粒店我来解释给各位听 那你从月线就可以看得出来 那大家记得那当时的台中显示器 那时候元宇宙在涨的时候 有一大段在涨元宇宙的汽车 原汽车 那时候带一只股票叫做宏达电 记得吧 那时候元宇宙 那一段涨的也是很波澜壮阔 好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的位置 哇真的太远了 已经找不到了 现在这一段 那你可以看到是一路直线往上走 所以包括一粒店也是一样 一粒店走了两段 那那时候这边做了一个中继整理 这边走第二段 当时的一粒店 好发生这件事情之后呢 也就是那两个月 你看一粒店就在里没有涨过 所以我们说一个有效的日出 那大概当然两个地方 第一个这里有算吗 有做了一个反弹 反弹失败对不对 再来第二个日出在这里 对不对 这边是一个日出 好那日出了以后 你看这个地方是八月份 那八月份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日线的级别 显然是在这边对不对 为什么说月出的日出特别重要 你这里不是月出吗 八月月出吗 当时在涨历可能不认为 它有什么了不起对不对 可是如果你用一个 比较长的区间去看它 一支股票没事不会日出 就跟当时的红海一样 月级别的日出是最有效的 纵使它后面掉下来 纵使它涨多震荡 那都是以后的事 你当下在这边只要日出 接下来三个月是你的天下 人只要三天就可以当首富了 何况是三个月 你要是知道未来三天的收盘价 不出一年 你全球首富了 对不对 在我们来讲实战上的思考 如果未来三个月 是在我的空盘范围内 够了还不够吗 我只要知道未来的三个月 有很大几率的再涨一大段 那你说你怎么去评断这件事情 我就讲过了 因为你是月级别的第一根 你哪怕就算是失败了 都有高点让你出得掉 对不对 这月可以帮你的第一根 所以你看长线保护你 举例来讲说 你在这个地方的思考点是 我日出了 九月有人来帮我 只要你这样子想 这是八月 那你的动作就会很简单 当你在这里不知道该不该出的时候 你心里想 到了九月会有人来帮我 有没有 当然有啊 那这是不是迷信呢 对不对 这迷信吧 你凭什么认为 一只股票在这边 月K棒做一个日出 代表它起来太高 那我问你 会讲这句话的人 一定是不了解 日出的意义 你先问自己一个问题 你觉得日出很简单吗 日出很简单吗 日出没有你想象的简单 日出很难 一只股票你空头走惯了 日出是很难的 你知道吗 日出很难 你不要以为日出很简单 日出很难 你可能要等五年才有一个日出 很难 那你答案就很简单了 那你问我 为什么一定上月日出 你看八月营收就知道了 八月营收这么好 难怪日出 这老师不是很奇怪吗 我八月营收 我还不知道的时候 八月就日出了 那是你不知道 难道全世界都不知道 总有人知道吧 这就说得过去 难怪它日出 对不对 八月营收那么好 帅吧 所以说月初就有价值 把握这个现象 惠特今天越盘越高 以收盘价来讲已经新高了 看这个地方跟CPU联盟一起涨上来的时候 我们就会再创新高 这晶顶嘛 对不对 晶顶嘛 抽上来了嘛 创新高了 这是大盘的左右脚 它比大盘鲜 再来我们看星通它价格低 对吧 找CPU的话价格低 高利这边经过了一个长期的盘整 率先在这边做一个发动 对不对 高利比那个奇红跟双红先了 震灵 这个是AI散热模组 这个连接器这几支 再来就创伪 一样八月营收好 这几支都是八月营收好 八月营收漂亮 八月营收漂亮 所以它八月就涨那么多 你可以当做一个 我不知道你要当什么来思考 就我刚讲的 就在营收没有公布之前 你怀疑它 对不对 营收公布之后你可以解释它 但不代表你当下在那边有把握 对不对 好那我们看一下那个日出的 它的价值就在这边 它可以在你还不知道的时候 知道什么叫对的动作 那我们看一下有灰 一样八月营收亮眼 富士达折叠机 我是不知道手机为什么要做三折 但是大家认同吗 那我们就看性颈 照例 这些都是照例的位置最好 就算你不懂任何的技术分析 你应该也看得出来吧 对不对 它的位置嘛 站上季线 然后踩一下季线 提检卡位 今年中秋最大行情 行情比大家想象的还要强 降息之后 中秋之后 不管几码 一路长而奔月 最好的买点 本周 二三四 带你坐进场 好好把握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形成评估 并次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